欢迎收看PCM Gadget Live 今天有我安德鲁和Lawens 今早大家有留意我们的PCM报道 今早九点钟Sony正式公布了A7C的相机 不是这个 这个A7C的相机之前都流出了所有消息出来的 基本上都流出了 今天正式开股之后 我想有95%流出来的材料都中的 除了一个点不中的 是哪个点呢? 是哪个点呢? 就是之前漏了这个 新机会用新菜单 但是实际上新机会用旧菜单 哦 这个点不中之外 其他点都中了 另外一个不中的 我想香港的情况比较特别 就是之前说到这部机器都挺贵的 就是过两万元的 欧罗的价钱是 正式公布了之后 其实今天公布完的欧洲的定价都是高的 但是香港开出来的定价就相对比较低 正body就14990 如果相比欧洲那边开的价钱 算是属于舒服一点 但是你说这部机器是否值得买呢? 其实我有一些分析等等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觉得如果今早开完那家 在香港一些Sony相机的用户的讨论 我觉得其实就未至于去到抵买的情况 确实是的 只不过就是说OK合理 那其实我昨天就试了一部机器 可以有一条影片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场试完那部机器的一些感觉 再回到这里我再跟大家补充一些资料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今早有留意 9点钟Sony发布新相机的新闻 都知道Sony今天就发表了这个A7C的无反相机 那这部无反相机 现在就在我的手上 那当然在外观上面就很清楚看到 这部机器就没有了顶部大的房子 那个EVF的Viewfinder 那整个机身来说呢 就跟之前的A6600就差不多大小的 那根据Sony官方发布的资料 这部A7C的重量呢 连着这支2860的Kid镜 这支新的Kid镜呢 重量就是676克 那如果比起之前A73 连着它这支Kid镜呢 900多克的重量呢 几乎就是轻了三分之一 那这部A7C究竟的定位是什么呢 其实呢 就是如果以Sony之前做的市场的统计呢 那如果之前买A6000系列 无反相机的人呢 很多呢都是第一次接触无反相机的 那他们就会比较重视这个轻便的程度 那反而呢他们就没有介意 是不是APXC或者Full Film的 那当他们有一定的影响经验的时候呢 就会希望呢 在那个Synos的解像度上面呢 有一个提升 那所以呢他们就会希望一个Full Film的相机 那而A7C呢 刚刚就在这个定位的中间 譬如呢 如果我第一次 已经是想买一个的无反相机 我想轻巧的 但已经是一次过了 我想去到Full Film的位置 那A7C就是这个位置 除了是给一些第一次接触 这个无反相机的用户之外呢 那其实这部机呢 也都是给一些arwise的用户呢 他们可能想多一部second cam 又或者是他们平时想做一些snapshot的时候呢 而家里呢 可能他们自己手头上 有几支的定焦镜那样 也都是比较适合呢 去配这个机身呢 去做一个比较轻便的snapshot机 或者是他们做一些定焦拍摄的副镜那样的 那今次Sony的A7C呢 就有两个颜色了 现在我手上这个呢 就是交通银色加黑色的机身 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呢 这一种机身 其实之前的设计呢 都是一些比较复古一点的设计 相机才会用这种颜色的设计的 但是如果用在A7C的机身上面呢 我自己觉得呢 就是这一种纯黑色呢 虽然它的颜色上面的表达呢 就好像之前的A7系列 但是我自己觉得呢 我比较喜欢这一种纯黑的设计 那两个颜色呢 你可以自己配对 其实这个机身的设计上面呢 那这个A7C呢 就基本上和之前的A6600呢 就比较相似的 那么特点在于就是这个 这个影视片的门键就摆了上来啦 那还有那个屏幕呢 就这次呢 也都改善了 变了就好像之前呢 A7S3呢 这个反屏幕的设计 那这个设计呢 我相信在未来的 Sony的Alpha的模板上面呢 都会陆陆续续去转用这个设计 那么这个设计好处就是 就是方便你去不同角度的取景啦 还有拍片的时候呢 就可以呢 就方便呢 你去做一些自拍的动作的 是的 那但是呢 之前 譬如是 ZV1啊 或者是A7S3 推出了之后呢 有些用户都反映 其实这个反屏幕的设计呢 有一些的 应用上面的 一些限制的 譬如是 如果我想反屏幕的时候呢 而我刚好呢 这边的位置呢 因为插了一些 Adapter啊 或者HDMI cable的时候呢 就会刚刚阻止了 那所以在使用上面呢 这一个自拍反屏幕呢 其实呢 某程度上呢 都要是犧牲了一些连接性的 就不是说 真是完全 无敌的做法 那如果你说 真是比较要专业 你是要 要插线啦 那时候呢 很多时候你都要买一个 外置的HDMI屏幕呢 就会比较适合一些 但是如果你说 轻便的自拍啊 或者一些Vlogger 去做一些 简单的直播啊 或者拍摄呢 那这种反屏幕呢 就会比之前 向上反屏幕呢 就会方便一些的 那之前呢 在我们写这个 上一部A7S3 那个Menu呢 就改了新的 那之前也都有传闻 那会不会 这部A7C 发表的时候呢 都会用新的Menu呢 那但是我们发现呢 就其实它这次的Menu呢 都是用回之前 没有touch screen 那一只Menu来的 那对于某些很期待 它要改Menu 更新Menu的User来说呢 这个可能有少少失望 那但是 其实 实际用起来呢 设定的功能就没有少到的 不过 在那个设定的过程上面呢 那这样 上下左右 上下左右 那这样就 比较烦一些 那它就变成了 这次就没有这个touch screen 直接去 控制那个Menu的功能 那说回这支Kid镜啦 那这支Kid镜呢 那这支Kid镜呢 就是这次 就是配合这个A7C的新设计的 2860F4至到F5.6光圈的Kid镜 那这支Kid镜呢 就Sony声称官方呢 就比起之前那支2870呢 那个解像度呢 就改善了 因为如果大家之前 有用过那支2870呢 都知道那个解像呢 就不是太美的而已 那很多人用了一段时间呢 都会换过另外的镜头的 那但是 这支新的2860呢 那如果你是收了整支镜的时候呢 几乎就是和那支35 2.8那支 那支饼镜呢 差不多大小而已 那但是当你要拍照的时候呢 其实呢 你要把那个镜头呢 扭到去28mm这个位呢 才可以完成那个镜头锁的 解了那个锁才可以开始拍摄 那你解了镜头锁之后 那支镜就会伸回长了 去到60呢 都会有一定的长度的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收呢 其实如果大家有 有机会扭开镜头看一下呢 那你就会看到 那支镜头呢 这支镜呢就比较特别呢 它是用 内置一个 突透镜的形成 其实在某程度上呢 是将那支镜头呢 是放厚了的 那所以表面上看呢 那支镜呢 其实呢 就好像是 浅了 细了 细细了 但是呢 实际上 实际上 应用起来呢 就 你跟之前28、70mm就相差不太大 而且 它的光圈其实较小了 光圈小了 少了10mm的焦距 那其实使得镜头呢 可以小一点 那如果你单纯说 我要求轻巧 有某程度上的一些zoom 那这支镜呢 都可以 跟机器的人 就是跟机器呢 买了去先的 好了 那我想 大家都看了我 昨天在现场 试完部机的留言 那其实部A7C呢 整个机身呢 就真的好像A6600 就是这个手 握手的轻巧程度 就是舒服的 如果我们平时 握开A73 或者我自己 握开A7R2 A7R3 那种手感 是大机和小机的手感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昨天试的时候 就是Sonic 其实他们在这个 发布会上面 都是很强调 就是说 它那个镜头的多样性 就是 这个一向是Alpha 就是 的 很多不同的定焦镜 可以选择 但是问题就是说 其实在Sonic 整个镜头的系列里面 其实也有多少个镜头 是属于一些大光圈的定焦镜 那就是那个镜身呢 是比较 体积是比较大的 如果我们将那些 譬如一些GM镜 这样放进去A7C上面 其实 无论机身的比例 平衡的比例 平衡度 又或者是我们手持的手感 就都有几大的问题 特别就是说 其实这部A7C的把手位 我看看有没有一张照片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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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把手位 现在大家看到 画面上面这个把手位 这个把手位 其实呢 如果你有用A6600去做个比较 其实这个把手位是浅了的 虽然整个机身的厚度 譬如我们的厚度 譬如我们的厚度 就是由这个把手前面 一直度到机背这个位 整个厚度就差不多 但是呢 其实这部机 在这个机身本身 就是我们扣除了把手 机身本身这个直径 就是这个厚度 就是比较660厚了 它为了要做回整体的厚度 不会增加 所以这个把手 这个深度位 这个把手位 就做浅了 其实这个把手位 连同机身 刚刚这个位 就是那粒F-Z100那粒大电 那个电商 它就没有特别再加厚度 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情况 这个把手位 其实就不是压得很深 其实近这几年 整个A7或者A9系列 它们每一次出新机的改良 都是加深了那个把手位 原因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要想一些方法 令到一些大的镜头 就是大光圈镜头出的时候 那个手持感是做得比较好一点 就是譬如我现在收到这个A72 那样 我们那时候就是需要加个皮套 这样下去 就令到它那个 第一个护着底木耳花 就在令到那个把手 这个压位就厚一点 那就用一些长镜的时候 或者重一点的镜头 都不会那么聚 是的 手压就会好一点 但是如果在这个A7C的情况 如果你是装一些比较大的光圈 或者一些大的镜头 就很容易头重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相机其实就不太好用的 但是如果你说相机是配一些 譬如我自己有支 35 2.8的定焦 那支是赛斯那支 其实当年都很饼的饼镜头 或者是一些 它今次跟这支KID镜头 那那个平衡度是挺好的 如果我想要一部slap shop机 随时可以带入袋 但是我又不想用 好像之前RX-A100 或者ZV-1那些一寸机 一寸机 虽然画质是做得不错 但是相对full film机的 有些用户都很想保持有空间的 拍手来说是差一点的 这一部你拿出来就相当轻巧 那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不是很喜欢 它那支KID镜头的 即是它那支28-60mm F4-5.6光圈 你说不拍得又不是 但是你说很好用又不是 因为一来的焦距其实不是很多 其实都是以前的 那光圈更加有问题 大逆光没有问题 暗一点其实这个光圈 F4-5.6其实不是很够用的 还有很多人都说我宁愿用那支 我现在手上这支KID镜头 即是旧的KID镜头 28-70mm 那就是3.5-5.6的 现在这支镜头 坊间二手买 应该是大约1000元左右 很多人都说我宁愿是买一部A7C 如果真的要买一部A7C 然后二手买一支镜头 它新的镜头也有好处的 譬如它对焦速度是会比这支 当然会更快 但是这支是有Oss 有没有Oss 这支是有光学防阵的 有的 那支28-60mm 是没有光学防阵在里面的 那是靠了 机身的五级防阵的 那这方面就有些取捨了 我自己觉得 那因为你要做到这支镜头 那么短身是有难度的 还有在整个平衡上面 它这支KID镜是做得最好 如果你说我不用这支KID镜 其实昨天Sony都有 或者可能今天如果大家 上去Sony官方网站 你会看到它其实 你不订它这支KID镜 你买剩的身体 它也有三支镜头的提供给你的 那你可以考虑那些 因为譬如说我要拍片 我是拍Vlog的 可能它会建议你买一支 20mm 1.8个字 那支定焦镜 一来你拍Vlog 20mm拍照 自拍就刚好 因为如果你28mm 24mm未必够 24mm未必够 24mm就刚好大头 28mm应该吸头 20mm就刚好 所以20mm就刚好 所以你可以考虑那些 另外它也有三支 不是太贵 不算太贵也不算太重的定焦 其实有一支我记得是85.1.8 不是gm那支 是4000元那支 那支都递玩的 其实挺有趣的就是 初初因为本身是A7C 之前很多人都说 这部机器主要是Vlog的拍摄 其实当时 初初外国传闻来说 其实这支镜 本身这部机 新机 是会有一支 Power Zoom 会同时出的 但结果这次是没有的 嗯 这个就 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 可以配上其他镜 当然Sony也有一个好处 如果你的FEMI 除了Sony原装镜 外面还有很多副厂镜 是 副厂镜很多 其实光圈很大 也都 镜身去比较短一点 轻一点 当然可能它就没有一些 高速的自动对焦 这些功能 因为其实 你这么快 不可以这么高的 当次A7C某程度上 因为有些人会问我 相对A73 是不是我现在买回A73呢 因为A73一来都出了一段时间 而A73的价格 特别是A7C 开始全卖会出的时候 最近的价格也是更加下多一阵 那现在应该是12000元左右 就会买到A73 是 那如果你说A7C 相对A73 大家的分别是什么呢 大部分的摄影的功能 A7C和A73是一样的 譬如你的SIMOIS ISO 或者是图像处理器 这些基本的功能 就完全一样的 那唯一一个A7C 比A73 在功能上面的强化 就是那个 自动对焦 就是那个对焦点 它的遮蓄就会更多了 它就用了A7R4的对焦 有93%的覆盖 另外是做到现在 譬如A7C 例如A7C 或者ZV1 即时的暗号追照 那如果对于一些 你要是拍片的用户来说 那这个就比较实用的功能 那这个就是A7C A7C 就是两年前推出的时候 我想都是以拍照为主 那近一年 其实你见Sony 今年推出的三部相机 即无论ZV1 A7S3 或者这部A7C 都已经5050了 就是拍片和拍片一半一半的秘重 所以针对拍片的很多功能 如果A7C和A7S3比较 A7C是比较好 所以你说 那是不是冲去买A7S3比较好 我觉得 就是看你的用户图 撇除刚才的把手 那些考虑因素之外 以机能来说 其实A7C都有它 比A7S3 可取的地方 即如果今天 A7S 不知道有没有A7S4 其实有Sony这样摆法 A7S3是很激烈的 或者他出不出A7S4 都是一个问号 因为 他如果出一部 和A7S一样功能的机 多一个小屋子 大部队 那他买什么价钱给你呢 便宜点还是贵点呢 其实他有机会 我觉得 会不会是 用A7S3 改变A7S4 那位 即将来有这样的可能 所以 A7S4 A7S也是有一些比较 A7S3 可取的地方 即是除了刚才说 它小了把持 手感不够 不过这个我相信 很快些人都会出 参加派对的 其实很多NES 之前玩NES 或者玩A6000系列的 有一个钢籠 尤其是你要拍片 现在多数都买钢籠的了 那我想帮我换一换回刚才一张照片 那刚才我播片的时候 就说了一件事 就是说 这类反芒机 就是从ZV1 A7S3 或者到现在这个A7C 这个反芒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反芒出来的位置 正正就是你很多的接线 输出的位置 那如果譬如我们现在 你看到现在这个照片 当你打开 你会看到你的麦插 USD供电 耳机头 那其实都会在里面 那加上今次 这一部A7C的机身比较小 它连那个SD卡 以往在电箱那边的位置 都移到左手边 就是全部的Io 头 就在里面 那这一边正正就是你反芒的位置 那有些人都说 比如之前用过 其实如果我落脚架拍片 我有output HDMI 那其实阻止了个芒 就是如果我要自拍的时候 然后我就要HDMI 做Capter 遮住了 没什么用 但是如果就这样看的位置 HDMI的厚 和USB-C的位置 都是在那个机下半部 底部的位置 我估计 我相对就这样看 我估计 就是反芒出来 是遮住的 但是不会遮住的 但是不会遮住的 就是刚刚在下面看到一部线 是的 就是刚刚Andrew说的 其实它今次这个机器的布局 如果相比上次A7S3 这个布局会没有那么左的屏幕 为什么呢 A7S3一个很好迈点 就是它用大头的HDMI头 但是它的大头的布局 就是现在好像这个SD卡 打直的插在这里 在中间的 就是如果我要输出的时候 你的HDMI的线 就正正 分钟就阻止了整个画面 你最后大头 那就几乎都遮住了 HMI是大头 加上这条线的粗度 那现在呢 它的摆法呢 就尽量减 不要说不遮住 遮住 遮住 起码首先就是 譬如咪头 通常这个咪头 就会是最常用的 原因就是 当你要拍收咪 你又不是用Sony 原装那些Multi-IO 智能咪的时候 你就要用Mike-in Mike-in的时候 就在上面 那它这个放在上面 就跟Hotsook的距离 是最短的 最短的时候 一来这条线 不需要掉下来遮住 二来也相对没有那么左 那个画面 很多那些收咪 其实本身那条咪 和麦线的插 都是L头 很短的 只有10cm 而这个麦线的水平线 就是这个UF 基本上你翻屏幕的时候 第一个盖这个麦线 就遮不了 就算遮可能 都是遮到上面 少少位置而已 就遮不了柱页面太多 那基本上你收音 就不会太阻止你自拍 那个 那个 那中间最大的幅 其实就是SD卡 基本上你插了SD卡 你都不会开 今次是出了单卡设计 是的 那小机没办法 是吧 那我们都接受的 没办法 是的 那去到最后这两个 那就是USB Type-C 如果你要玩年工的 那你就要插钓袋 你也要HDMI输出的 那你就可以插钓 那这两条线都是一些右线 那最多都是遮了下半部少少位置 那不算遮太多的 那你会看到最下面这个盖 是这样把握出来的 就不像上面那两幅向外揭的 也没有那么左的画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布局 在这部机来说 就合理一点点 就是没有A7S3的阻碍那么严重 这个圆插背是什么 这个啊 这个就是Headphone头 因为之前都有人担心 会不会这部机没了个屏幕 那开出来 原来有屏幕 那你就安心了 就是你拍片的时候有屏幕 因为其实屏幕都挺重要的 如果你没了屏幕 你要看麦克风的输出 就是另外找方法去屏幕 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或者你要看那个Meter 那个Level Meter 去计算你那个Volume Level 够不够声 或者会不会爆声 那样 那如果有麦克风 你就准一点 起码有时候有些雜声 都不会听到 入收了都不知道 好 那就可以回到这里了 那昨天呢 我都有试过一些照片 或者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大部分照片 这些照片都是在室内拍摄的 是的 那这个都是开盡 完全没有闪光 2400万 6400解像图 250 25 ISO F9 30分 这个我都是用支揭镜去拍摄的 那这个28mm 你说那个景深是不是很浅 或者不够呢 又不是 那些普通Self Shot 其实可以的 那这些都是 就是室内普通的灯光 这个其实是很小的 那些灯光的LED灯 那其实都不是很 交到货 可以的 其实这件事可以的 那有些outdoor 你说那个28mm 60mm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60mm 这个28mm 就是这么多 那你说这些镜子够不够用 普通 就是你问我 就很普通 浅景深这支镜都不算好 因为你的光圈不是很大 也不是说背景可以很有化 除非是降三通 ISO很高 不过会常再加多些 很普通通 如果你说这支镜 我自己觉得很大 不是说很突出 或者说我玩开些人像镜的时候 你会不满足于这支镜 所以我觉得这支镜很稠 如果我手上是有多些不同的 薄镜短身镜的选择 我可以考虑 就只是买高一点 好 回来我们那边 那就 那就给大家一些意见 如果你说我想试一下这部机的操作 当然你可以试 出去试 但是我自己觉得 如果今年Sony出三部机 我最吸引我都是A7S3 始终它那个低桿 和那个低声音 就真的很暴力 就方便 很多时候你出去拍摄 连灯都可以大小两次 如果我自己来说旅行 旅行 或者平时的简单拍摄 用的话 我真的可能会选择ZV-1 是的 我相信你会买回ZV-1 是的 你这部RZ-8已经江泳 江泳人 对了 是的 ZV-1 刚刚可以改变到你这部Mk2 是的 对了 对了 大致上应该今年 我不知道今年三年 还会不会有相机 都应该问 除了A7S3 未换款 就是欠A7S3未换款 但正如我刚才所说 出了A7C之后 还会不会有A7S3 是有点尴尬的 都不知道 但是可能是 明年年中左右 我想可能如果真的要出 否则的话 它全线都换了 是的 那就一段时间了 给大家一些参考 如果对这部Mk2有兴趣 是的 如果想看回个详细的测试报告 稍后我们都会有个测试报告上网 是 好 那相机说完了 那今天原本就是想 跟着有声音 原本我们是想着说相机的 因为今天的安排就是说这些东西 但是谁知道今天又突然间 就是有些新功能 今晚或者是凌晨时份 是吧 大家都知道 就是Apple今晚一点 就是明天早 今晚凌晨一点 就是明天早 都会有一个记者会 是讲这个 新的Apple product 的发表 那当然大家就 估有没有iPhone 我们就会当没有先的 应该没有 那我们就会当成Apple Watch 加这个iPad的新机 那如果有iPhone 应该我们会比较高兴的 但是就应该从各方面的消息看 就未必会有 但是今早就随着这个iOS 或者iPadOS14的开发beta 都去到beta8 那其实这些功能来说 都七七八八的了 那可能今晚的公布上面 都有机会讲到正式iOS14的 就是正式发beta8 那所以在iOS完成的时候 那那个AirPods Pro 那之前在WDC上面说 它有一个空间声的功能 那今早就放了一个Filmware 那如果你是用iOS14的机 而又有用AirPods Pro 那今天都已经可以 立即玩到这个功能了 那其实现在因为iOS14 就未正式出的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用到 这个beta8的版本 是的 那其实我们也想试一试 这个功能给大家看 因为有一些设定 当然效果我只能用我们的形容 去给大家听 是的 言语去形容给大家听 那未必可以给大家听到 但是它在设定上面 是不是 在设定上面 就有一些东西可以给大家试试 等一下 拿这个也可以 拿画面 拿画面 所以我这一类公囊 他是没有下插的 我想我们正在设定 是否可以用到 如果如果你夸当你开 就没有特别夹 但如果你不夸当 你重新夸当 龙翻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ROS 14 有一些套部门 有比较特别的地方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假设定我第一次 例如现在我发现 有柄第一部 有一个新的AirPods Pro进入了iPhone 我们正常都会按门线 好了,连了线之后 正常的媒体控制控制服务 就是说给你一些操作的东西 这个之前也有的 Siri也有,我们不用开了 好了,接着就是有这个空间音讯 这个功能就告诉你 其实你的耳机和iPhone 就已经可以用到这个空间音讯的功能 你可以进去看看如何使用 建议你先带了iPhone 因为你带了才可以感受到 好了,那我们进去看了 其实它就会有一些展示给你看 究竟是平时两声道 又或者是在这个空间声道里面 你声音上面有什么分别 其实这个空间声道 除了好像之前我们玩Sony的耳机 有这个Audio 360 360度的声音音场之外 其实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当你的视线 离开了你的iPhone 或者iPad的时候 它那个音场的重心位 是会保持在iPhone那里的 譬如我向左手边另一个头 你的音场就仍然保持在这个位置 那变成我听的时候 就是这个右手边的声音就会重了 而我反过来的时候 去右手边移 你的重心声就会向你的左手边 这个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功能 好了 但是暂时来说 用这个音场的功能的时候 我先脱下 我听不懂 是在什么情况之后用到呢 就是在这个Apple TV里面的电影才用到的 当然我们很期望它将来有机会 是在其他的YouTuber或者在Levice上面用到 或者其他影片都用到 但是暂时来说 就是在Apple TV里面的电影 因为我们有没有试过在Apple TV买的电影 行不行 我们还没试过买的电影 但是在Apple TV免费看那堆Apple TV Plus的电影里面 就是无论重建光明或者其他的电影 都已经听到这个效果的 如果我们开了空间的声音 整个电影 不要说好像去到道比Atmos 我记得好像在WBC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会支援道比Atmos 其实音效就未至于去到道比Atmos的天空声 但是如果你说这个Mobile流动的装置 可以出来的声音 那个360度声音 虽然它未至于做到特别像我们平时在家里看影碟 或者看Hofeta那种移动的感觉 但是它很明显整个音场的包围感 就会比你平时两声多的 多很多的 还有深了很多的 深了很多的 另外就是那个人声的对白位 是强了很多 清晰了 就是我很明显是听到那个人的对白是很清楚 我好像真的有一只很大的 中置声部的喇叭在我面前 这个是听得很清楚的 那譬如我们试 刚才试用重建光明那里去试 我自己也试过一会儿 另头的时候 是明显听到那个主角的人声 或者最主要的那些声音 是会保持在那个iPhone的位置 我就试过一段就是 那些人在草叢那里跑 那我就 手机在那里 这样播放 接着我又拎了个头 那些声音突然在这边 那些人在我后面走过来 再拎过去 那些人就在我这边跑过去 或者斜前一点这样过去 是真的会听到方向的 是的 那个声音都很明显 那些明显和是效果是挺出的 因为你这么小的AirPods 但是当你带上去上耳的时候 那个感觉是好像用了那些 大耳油那些环绕性的耳机那样 是挺好玩的 那当然如果你说 特别是很明显的 但是不能说 我们这些东西又或者是的 它为什么我说 现在这些东西 特别是有很多 我觉得技术上是有可能的 当然就看大家和Apple怎样谈到回来 有没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如果把它放在音乐上 那个可硕性是会更加高的 如果大家在用ROS14 加上Airprop Pro 不妨试一试这个功能 又或者是 今天可能你还没用 你还没装备太多 你还没装备太多 但是很快大家也会有机会用到 相信这两天可能都会讲究竟 ROS14是什么时候正式开启 今晚我看有没有机会 我说GN没那么快 GN没那么快 GN没那么快就没那么快 如果GN没那么快就拖到iPhone开启 刚才告诉你 如果今晚GN没那么快 而今晚又没有iPhone的话 随时可能拖到三个星期至一个月 有消息说今晚多东西 多东西啊 有个TAC AirTAC AirTAC说过了 之前都看了 有机会好像 不知道会不会跟某 某韩国电讯 某韩国手机箱 那样整个影片 告诉你 我们几毫有 是的 有机会 也会花多时间讲Apple One 是的 Apple One Apple One 我想也是今晚的其中 Apple One是什么呢 其实现在你都知道 苹果有不同的服务 是的 最多人就是在用Apple Music Apple TV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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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Apple TV Plus 加上Apple TV Plus 加上Apple TV Plus 一项价值 可以用完两个服务 是的 但是实际的详情 就是看今晚会不会真的有公布 是的 因为我们在香港这边 Apple Music Apple Music 也算是多人用的 但是Apple TV 在香港真的不多人用的 可能它的片种 都比较美式的关系 未必是像Netflix Netflix的片源多 而且它是很optimized 不同的地区的市场 就是香港的菜式 台湾有一个台湾菜式 日本有它自己的菜式 那就会比较localized 但是Apple TV 我想片种未够 未去到这个地步 所以就 如果合併了之后 可能我给多10元 给多20元 你给其他东西 我可能我又会试一下用 也不一定 看看今晚它的东西多公布 那今晚一点 我们会不会Live进来 我们明天赛后评论 明天晚上我们赛后评论 但是今晚也会 应该有更新给大家的 或者放Apple官方的连续 到我们的Facebook 大家可以进去看 这个星期也有多东西 Apple 然后是PS5 Xp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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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 就是正正PlayStation 5 12个小时之后 哈哈哈哈 超级线 对了 周五就还有NVIDIA 3080解禁 所以未来三天 大家都会每天见到我们 对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来到这里 如果今晚一点 我们又可以Facebook留下言 大家在这 派彩派什么 明天我们Lunch Time 又可以跟大家来个彩游点图 好 暂时到这里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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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